明星賽後的大谷翔平手感欠佳 連兩場沒有打出拳雷打 直到這場面對夏圖水手的9局下 大谷轟出本季第34支拳雷打 心情感覺如釋重負 只見他慢慢跑回本雷與隊友擊掌 他這支home round得來不易 仔細看投手這一球 是個128公里的滑球 根據大聯盟官網的數據 根本是顆壞球 但大谷還是硬生生的把球撈出球雷打牆外 如此拼命 感覺是要一穴前耻 原來前一場大谷碰上高中學長局勢雄心 卻接連吞下兩季三陣 而且這場比賽的大谷可是被三陣四次之多 在打出拳雷打前 大谷在這場比賽還在第七局 敲出這支內野安打 慢慢找回打擊手感 第九局再敲出兩分砲 第三十四轟 被讓藍鳥隊的小鬼超車 繼續站穩大聯盟拳雷打完寶座 TVBS新聞總和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